一个档案同步的目的跟方式 从Resilio这边来讲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用到所谓的档案同步 然后它的目的跟方式又是什么 OK 好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 我们每天会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去产生 许许多多的档案 不管是手机上面的照片影像 或是我们工作上面的一些文件 像是一些Word或PDF这些档案 但是这些重要的档案呢 我们要怎么样方便有效快速的去存取它们呢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 就是同步的机制 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装置上面去 取用这些所有的档案 那同步的软体一般的话 我们会希望它具有这下列的五项功能 第一个它要在行动装置上面 可以去做资料的存取 再来它可以是多个装置之间的档案同步 再来是快速分享 还有云端存取跟团队协作 那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图 我们可以去同步不同地方的装置 像是我们可以同步家中的装置 办公室的装置 还有我们的笔记型电脑 甚至是我们手机里面的档案 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工作资料夹 给我们的工作伙伴 或者是将一些有趣的照片或影片 传递给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 那我们就再请Zabian告诉我们第二个就是 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还是档案同步的方式 OK 一般的常见的同步方式的话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利用公有云来进行档案同步 再来就是透过伺服器来进行档案同步 还有一种就是在两台电脑之间 以安装同步软体来进行同步 然后我们后面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 OK 然后我们所熟知的公有云方案 像这些公司我们大概都听过 比如说像是Google 或是微软的OneDrive Dropbox 甚至是苹果的iCloud 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中心式的架构 他们所有的同步活动都必须连接到一个云端的伺服器来进行 它的主要优点就是在于 它可以远端存取档案 还有可以透过连接来做一个档案分享的功能 但是不管是免费的版本或者是有付费的版本 基本上大家都还是有一些限制在 比如说像是他们都有空间总量的限制 还有就是单个档案上传大小的限制 那接下来是伺服器跟档案之间的同步 跟用户之间同步的方式 那基本上它也还是一个主从事的架构 进行档案的交换 然后不过跟公有云的方式来做比较的话 它在档案分享的功能上面 就不是这么的方便 不过在资料安全跟隐私上面的话 它是有较佳的保障 那我们一般常见的同步软体有 Always Think, GoodThink, FileThink, Think 或者是Microsoft的ThinkToy 我们刚刚这些已经介绍了同步方案 其实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了 不过在某种情况之下 它操作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力有未带的感觉 比如说如果使用者是影音的编辑工作室 或者是软体公司或者是资安监控的服务厂商 这些共同点就是他们随时都有大型档案的交换 然后或者是他们有在同时间必须要发布大量的档案到不同的端点上面 而且可能因为隐私或者是资安的需求 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资料放到公有的伺服器上面 那在传统的同步方案的应用上 那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瓶颈在了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点对点的同步架构 ResilioThink